据获悉,医疗器械下肢步行机器辅助训练装置产品,于6月26日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,获批上市,这是北京市首个通货绿色通道,快速获批的第二类创新,医疗器械产品。 该产品的上市将来众多,因脊髓损伤导致的下肢运动功能障碍患者带来福音,创新医疗器械患患者带来福音,该医疗器械产品研发,生产企业大爱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帅梅说,比法定工作实现缩短了一般以上,公司上下都感到很意外,也很惊喜,如此高效的审批效率,极大的加快了产品的上市步伐。 也坚定了企业加快智能康复技术研发生产,促进高端康复设备,在康复医疗领域应用的信心,必将汇集更多的患者。 据悉,2018年,为鼓励我市医疗体系创新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,由化音商环境,促进产业转型升级,是食品药品间管局,修订实施北京市医疗体系快速审批审批办法。 对于创新和优先审批的医疗器械实现绿色通道,专人负责,提前介入,全程读导,优先注册检测,优先审批审批,优先开展注册质量体系核查。 优先生产时可视相办理,是食品,要品间管局医疗器械注册和监管处处掌梦的胜说。 一是国家及北京市相关科研项目,设计的核心技术发明,已获得专利复制公开。 二是本市首创,产品技术国内领先,具有重大临床应用价值。 设计的核心技术发明,已获得专利复制公开。 三是事败先培育工程,北京生物营养产产业化热发展工程, G20的北京市重点扶持企业生产的,设计的核心技术,已获得专利复制公开。 四是列入国家或北京市重大科技专项,重点研发计划的产品。 下支步行机器辅助训练装置,这本市第一个获批的, 符合快速审批条件的二类创新医疗器械。 布局除了减免了产品注册费用,还在省批各环节专人服务, 全程跟进,从注册受理智批者注册用时笔法定工作实现, 缩短了一半以上,极大的加快乐创新产品上市步伐。 北京医疗机械创新产品审批数量,位阅全国第一,在采访时了解到。 截止目前,北京市已有224个医疗机械产品, 进入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,总值创新产品审批审批通道。 其中,完全可将减据核物基本药物雷特梅素洗脱支架系统, 无创血糖仪,外科手术机器人定位系统等36个产品, 获准通过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值创新产品审批, 数量位居全国第一,创新产品申请率, 比准率居占比全国四分之一。 目前,北京市已有12个产品, 在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获准注册上市。 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共收到北京市创新产品申请的26项, 其中,人工智能上销化道并变辅助诊断系统, 防人电子注视器等17个产品, 扩转通过北京市创新产品审批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闻tg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